這就是想說2nd order的Linear Defensive Equation 最緊要記住什麼叫2nd order 即是D兩次 一開波是有D兩次的東西 那會不會有D三次,D四次 有,如果D三次就是3rd order 如果2nd order純粹是D兩次 後面可能會背著D的一次 一個微分的東西 順便補充,怕大家忘記了 2nd order和Degree的分別 如果Degree,即是把 成舊的二次方 這就叫2nd degree,即是成舊的二次方 現在2nd order的東西 全部的形式就會變成 第一舊會D兩次,第二舊就D一次 最後拿一個數值,等於0 又要想說說 這些2nd order的Defensive Equation 亦有分homogeneous 和叫non-homogeneous 甚麼叫homogeneous,就是所有東西在左邊 即是這三個東西之後,即是D兩次 D一次和一個常數,就等於0 如果就等於0 這個位置 這條式就叫做homogeneous Equation 但如果它不是等於0,例如這裡等於5x 這個成句就叫non-homogeneous Equation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想說homogeneous Equation OK,也純粹想說一說 將這些 那麼大塊的東西,我們不會每次都寫到那麼大塊 寫回是兩撇,兩撇就是D兩次 這裡D一次就是純粹一撇 OK,行不行 這裡也是,這個位置寫錯了 這個就這樣Y撇 Y撇 這裡也是,Y兩撇,不是二次方 OK,行不行 我們也好像上一次 Variable Separable 和Integrating Factor 去找回那個Y 即是找回Generable Solution OK 好了,今天主要就是想說homogeneous Equation 先說一下 這個做法 其實就只是三個步驟 再說一次,那個pattern永遠都是記住 一個D兩次 前面可能只差一個數值,什麼數值都行 沒有X沒有Y 這也是 D一次,但前面是一個數值 然後加 或者減一個數值等於0,一定是這樣的pattern 行不行 這些叫second order OK,我們也只是學這一隻 OK 那怎樣去做法呢 我們今天專注就是說homogeneous Equation OK 其實有三個case OK 但是三個case 他們的做法其實都是一樣的 OK 先看一下第一個case 我這裡寫了一個步驟一 就是先將D兩次轉成R二次 兩次嘛,就叫二次 D一次就叫R,或者叫R的一次 R的一次 行不行 所以把它寫成這樣 OK 好了 然後大家看到這裡像不像一條你們以前學的quadratic equation 就將它變成這樣 就是R,然後就要找R OK 但是呢 我們有三個case的 記得那時候我們學quadratic equation有三個case 怎樣三個case 有些有兩個答案 有些怎樣 兩個答案都是一樣 有些簡直怎樣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其實不是不行 不過是叫做complex number 第一個case 兩個答案 我這裡寫了 不同case 就會有不同的general equation 這些general equation 是死記都可以 OK 如果是最后面出了兩個答案 你的general equation 是很機械式 就是這樣 OK 這個不要理為什麼 純粹 如果是兩個答案 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R1和R2 就是這個R1和R2 放回去做完 行不行 這個就是case 1 OK 純粹 這條式會記住 或者之如此 行不行 這個就是第1條式 就是第1個case OK 然後又說第2個case 第1個case 剛才大家都看到 兩個答案是不同 那general equation 就會是這樣 你要記住 兩個不同答案 general equation 是這樣 然後將這兩個 放回去 c1c 即是當時我們做積分的時候 那些c 即是那些債數值 那些東西 OK 好了 那第2個case 這個就是第2個case 都是那句 大家看回左邊 當 把它變回R 先 OK 兩撇就是R2次 一撇就是R 是不是 好了 有沒有發覺兩個數是一樣的 如果兩個數都一樣 今次的general equation 就會不同了 條式都不同了 R 沒有R1 R2 剛才是R1 R2 因為兩個R不同 但是今次 就一樣了 一樣的話 將這兩個三 代回到這裡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不用理 總之純粹 如果發覺一樣 就拿回條式 就出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為什麼也不要理它 行不行 好了最後一個case 最後一個case就是怎樣 當然理論上 都是把它變回R 先 好像以前我們學 quadratic equation A是多少 B是多少 C是多少 做做做 負數 是不是 負數理論上應該不能解 或者叫做no solution 但是因為你學過complex number 那是不是就會變成這兩個數 OK 變complex number 就會變成這個 所以 一個就是這樣 一個就是這樣 我們假設一個 這個叫做alpha 這個叫做beta 就是alpha加beta 和alpha減betai OK i是那些complex number OK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理論上是不能解的情況下 它的general solution 今次就變成這個樣 然後將alpha 負4 代回 和 beta 這個3 代回 這個general solution 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覺 三個case 是第三個case 因為你按計算機 如果你按這些題目 基本上你是按不到的 是吧 你是按不到的 你一定要自己做一次的 是吧 你按計算機 按到no solution 你就要自己做一次 然後就填這個東西下去 行不行 那理論上三個case 就是這樣 OK 好了 我們就 說多一點點 練習 待會也會講一講 怎樣用計算機 例如頭兩個case 怎樣去按 當是重複講一次 或者等待 大家不需要 用那條quadratic formula 計得那麼辛苦 好像這個 是不是 就是變成r 可能一會按機 OK 因為兩個答案 所以調適就用回 第一個case 第一個case 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case 是不是就是這兩個 OK 所以呢 就用回這兩個 我一個是負數 一個是這個 那就要負數 是不是 好了 第二個例子 就是有特意再講 第二個例子 OK 將它變r step1 是不是 step2 找回r 是不是 好了 然後因為不同case 來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把這兩個數 OK 這個 也是做完 行不行 一樣的情況 記住調適是不同的 看看這個是不同的 OK 如果兩個r 和純粹一個r 大家 r是相等的 因為這裡會多了個x OK 好 那你說 為甚麼呢 不用理他為甚麼 只要這樣寫回 general equation 拿了分就搞定了 OK 為甚麼我會在第二條片再講 即有機會的話 好了 最後一個case 這個case 就是case 3 這個很明顯 是不是 又是將它轉r OK 又是a是多少 b是多少 c是多少 好了 很辛苦找到 又是一些 要用complex number 理論上是no solution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alpha 這個就是beta 好了 這次就拿這條色 這次就拿這條色 把alpha 即是這個負二分一 代回去 beta即是這個開方23over2 這個開方23over2 代回去 那 general weight roll solution 我們就找到了 OK 好了 然後就純粹 就提一提大家 如果我們用計數機去找這些顏色 那怎樣去找 OK 我怕大家看不回之前的影片 或者之如此 我重新 就用這部計數機去按一次 OK 記住大家的顏色是ax2加bx加c 你每一次都要記回 a是多少 b是多少 和c是多少 好 例如這個case 我們用這部計數機 casiofx50fh OK 記住一定是formula 01 OK 一定會問a是多少 你就打個1字 打個1字 打完1字之後 你就打個exe 接著他問你b了 你這次打-7 打完之後 你又按一下ex 接著他就問你c了 你這次打-8 然後你又按一下 也是按這個exe 那你按完之後 出了第一個 就是8 你就寫下 R就是8 再多按一次exe 這次就是出-1 理論上 就出來了 你不需要用這條色 在這裡寫那麼多東西 行不行 那什麼時候要寫 就是no solution的時候 你就要用了 行不行 好 第二個case 你要 清除所有東西 都來過了 formula 01 是吧 A是多少 你就打個1字 他問你你打個1字 接著按exe 接著他又問你b了 負6 接著又按exe 是吧 接著他問你c問話號 你就打個9字 然後再按exe 是吧 第一個出到3 你就寫r是3 再按多一次exe 也是3 喔 兩次都一樣 那你就用回第二個case 那個 OK 好 這個了 又要清除先繼續做下去 OK 這個又是formula01 對不起 我打了formula01 來一次 formula01 好了 A是1 按一下exe B是8 打個8字 接著exe c是25 打個25 接著呢 就exe maxerror 這條要怎樣 這條要用那條式去做 OK 要用那條式去做 可以嗎 前面也做了一次 OK 好 接著就說一說 再說多幾個case 例如這個case 例如這個case 也打個formula 也是01 是不是 打完之後 他問你a 這次是20 按一下exe 接著他問你b 你打個7 按一下exe 接著問你c 打個負6 再exe 好了 看不見出0.4 我們怎樣可以把它變成分數 這裏有個abc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不是就是5分2 好 再按多一個 這個負0.75 負0.75 你要把它變成分數 要是shiftabc OK 這樣會變了 負3over4 其實這個abc 挺好用的 你可以按來按去 或是shiftabc 也可以 沒所謂的 OK 好 繼續了 下面這個 又要先清除 先formula 01 接著 a是49 按一下exe 接著問你b是-56 又按一下exe 接著問你蝕你打一下16 然後按一下exe 哇 這樣子的數 有沒有可以變好一點 有啊 7分4 7分4 再按多一次 咦 又有一個 那是shiftabc 要是abc 咦 都是7分4 有沒有發覺 OK 原來這裡 兩個數 都是一樣的 行不行 OK 好 最後一個case 有清除了 formula 01 是吧 A問你a是1 我打個1 b也是1 打個1 c呢 是6 咦 Mess Error 這次 又是要用那條色 即是 No Solution 你就要用這條色 去找那個Compass number OK 行不行 Compass number 之前 都說了 OK行不行 這課書就暫時去到那麼多 最後就有一點東西想補充 剛才說錯了就是 最後來 即是逢是second order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去到最後來這個位置 不是就這樣欠一個數值 是連同一個y OK 所以它會formula 如果d兩次 撇兩下 如果d一次就撇一下 但去到8y 這裡是有個8y 行不行 OK 行不行 所以這條色 這裡最後來其實是有個8y 行不行 OK 那項目genius也是有0 或者如果那項目就是沒有0 即不是0 所以如果要變的話 這裡是8y 但是兩撇就二次 一撇就這樣一次 但是如果沒有d過 就不用寫 行不行 大家看清條色 看清條色 OK 螢光翻低著 行不行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遺漏 行不行 OK 原來是有個y的 大家要記住這個 行不行 OK 首先說一聲 不好意思 好像這條題目 是有個y的 是有個y 但是一變r 是不需要 有y的 行不行 OK 這個也是 有個y 但是一變的時候 是不需要有y 但是 d一次 就是r d兩次就是r二次 行不行 其他也是 其他也是 不好意思 寫漏了個y OK 這裡也是 OK 所以這條是沒有r的 這條也是 行不行 先加個y 不好意思 再加個y OK 加個y 還有這個case 也是 這個case 也是有個y 不好意思 OK 寫漏了 那麼 對 這麼多 我 我 來 感谢观看